开始机器往下 再往下咱们对于啥呢 对于继承 继承 在我们Malon中也有继承 在Malon中的继承 指的是 指的是泡沫文件的继承 我们来看看咱们这个进程怎么去 首先 我说 它有子工程有副工程这么一说 然后子工程里边 它很多东西可以在副工程里边去进行管理 这么一说呢 咱们直接是个商贷码 首先创建一个副工程 创建副工程 这个创建副工程怎么去创建的 其实简单了 早晚你有我们的project 现在呢 project还是它 跳过去 用一个它 Malon Parrot 是付货上 OK Next 黑马 Malon Parrot 然后又是价就没用电 这个就可以了 我只给你这一个界面就行了 因为其他界面都会长得差不多 好 然后你就创建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副工程 有个东西 咱们得注意 正好 正好说到这儿呢 聊聊 跑篇 是Parrot Nice 哪个跑篇呢 Parrot 这个 一定要是泡我们的 真的再给你们聊了 老小撸串那也不对 大同天的 说实话 一撸串 就输了 太冷 还是打啤酒 你说那冰镇的还是要尝尝 是不是一样呢 副类 工程 必须 打帮方式 必须为 Parrot 方式 OK 这个是的 然后 非内神 看一眼 X里边 刚刚妈的是不是就这一个玩意儿 是不是就这一个东西 没问题 因为我们的副类工程 咱们主要先对你 然后 有了副类工程 接下来 是创建子类工程 创建子工程 怎么去创建子工程 其实有两种方式 创建子工程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 其实 一种是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维持工程 维持工程 另一种 是创建 我们是修改老工程 维持工程 能力啊 老的工程 维持工程 OK 这两种呢 咱们主要是讲第一种就行了 第二种是很简单 讲完了第一种 第二种就会了 怎么去整呢 啊 OK 然后跳 然后跳 然后 直接选择 接下来 接下来 准备可以了 好 这就再去创建出来 主要 你注意这儿就行了 在这儿 指定 我们的副工程 副工程的 DAV 是吧 DAV是指定的就行了 OK 这是创建 新工程 维持工程 的方式 下 我们大概就是零雾了 我一般是牛子鞋撒 那个概念啊 就是行伞什么伞 能力吗 这行也不伞吗 创建出来了吗 这撒吧 看好啊 创建完之后 在这个泡沫面 是不是多了一个这玩意儿 它是多了一个拍你的 这标签 好 自工程中 会有一个 单人的标签 来指定我们的 副工程 的 DAV 好 现在我是通过 介面的操作 那好 我问大家 如果让你通过 修改老工程 没自工程 你怎么办 你直接 就在原有的泡沫件 是不是加拍 你的里面 加GV 是不是可以了 哎 你要是多了 自工程 好 这样的话 咱们自工程就有了 自工程就有了 接下来 咱们来看 如果 在我们这个 开启工程里 我去 引入一个包 dependencies dependencies 然后呢 是不是 GV groupID groupID 我让它是一个 theunit actID是 theunit 然后是 potion 是 四连九 随便一个 你看好 我这边一保存 我的子工程 是不是也有了 我没有用依赖 我没有用 就是说 间接依赖 直接依赖 对吧 而只是用进程 是不是可以把我的 负类里边的 架包 时间 传递给 子量 哎 这个就叫 用负类来统一 依赖 架包 够类 统一依赖 在复工程中 被加班进行依赖 在此复工程中 都会继承 该依赖 这个方式呢 是这么一样的 是比较简单 这个结果 我再重新解 这块是一致的 我就直接拿过来了 记者工作中 最强大的记者是什么 无狼 正道 这个截图 容易 好 这截图 我重新解 然后咱们这个工作里边 是这样的 然后呢 它也要引入 在我们这个子公主里边 是没有拨了 我们这两个东西 好 这边要注意 OK 这叫副工程 统一 依赖 架包 是这么个形式 那接下来 还有一个什么呢 副工程 统一 管理 架包的单个号 统一 管理 啥种 哎 这个 怎么个理解呢 你看啊 我这种方式 是不是加上之后 我子公主里边 不需要再去写什么 但是呢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这些 工作程里边 这些类啊 我管理这么多 我子公主里边 有可能 我用的帮的号 是不一样的 用的帮的号 是不一样的 怎么去办呢 我给你看演示一下 我这个就不要了 比如说 有的工程 我是不是像 这个439 有的工程 就没想像438 这工程 是不是都是 这个副工程里边的东西 可以吧 这工程 是不是都是 我这个 副工程的子工程 但是这两个子工程 它一直架架 把本身不一致的 那么就可以这么去转 有个 Ebandance Management 这么个表现 通过这个标签 来管理我们 我们的依赖 来管理我们的依赖 然后它怎么去管理呢 看好 里边都是一个 Dependent 然后是 Dependent 这 这 跟这不是一样 这个是有什么特殊的 好 现在是不是 已经告诉你 只有你的 只有你的 自在去 好 接下来呢 在我的子工程里边 可以这么去使 子工程在这 你在这里边 正常的去依赖 像Ebandance Ebandance 但是这里边 这个理解是刚才说的 应该是说反的 就是说 如果是你自己去添加 子工程的加班的话 你有可能 把子工程里边添加成不一样的 添加成不一样的 但是到了我这块呢 我可以定性的去用 副工程里边可能加了十个加班 但是我的子工程里边 是不是有可能 我想使用你 使用我 由我自己去决定 由我自己去决定 我这个工程 我就想使用Dunit 是吧 我就可以这样去英语一下 因为在副工程里边 我已经加上了 这是副工程吗 Parent Sum OK 副工程里边去加上他的管理 这个管理挺好 Ebandance Management 这个标签里边的 由他来进行 标签管理的依赖 其实 真正没有依赖 其实没有真正依赖 也就是说他真正没有把这个架包 什么下来 去加到我们公众里边 这个你要记住 其实没有真正依赖 他 只是管理我们的依赖的版本 只是管理我们依赖的版本 我们这个版本下来之后 在副工程中 就可以去引用这个工程 副工程中直接不用写我们的微博式 就这样去引用了 他就可以把 这个页图下来 怎么演示一下 一注视 所以没有啊 刚才那种形式不一样 刚才那种形式 我也在上面一打开 所以下面自动就有了 然后我要加上 Defendance 我这家长 所以下面是还是没有的 这样的话就很灵活了 很灵活了 因为咱们在项目里边 很明显 比如说我的外部工程 跟我的普通的架工程 他有可能他架本就不一样了 哎 咱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行 Malware最常见的是一种什么形式啊 一个工程是不是有表现层 一要一层 我会将我的表现层抽成一个Malware工程 这工程是个外部的 而我们设计层抽成一个Malware工程 但是不是架的 而我的那个那个那个 Defendance 也是架的 对这三个层我所使用的架包是一样的吗 肯定会一样吧 但是我在所有的架包 我是不是可以在 泡沫 就是副工程里边 我在处理一个副工程 统一去管理这三个 我是不是可以架包统一去 放在一个副工程里边 我指纹里边直接引用就行了吗 他不会将所有的架包在 表现层里边 存一份 然后在样的层里边存一份 在去的层里存一份 这样的话就产生了这种鱼 没解吧 那一种鱼就不好了 然后这样的话 就所谓的板准管理 就是这么一个使用 你在哪个工程使用的话 就在哪个工程里进行一个Dependence 引用 只是这个时候没有V 没有J 没有V 好 这块说一下 在此工程中 使用 使用副工程 管理的 M2 此时 不需要指定 我们的 Warser 不需要指定Warser 你说Warser 是不是在副工程里已经 原理好了 只需要引入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统一管理办法套 这个用途 这块有什么疑问吗 是不是已经去做那个依赖冲突的时候 我整个4.8 一个4.7 是不是在 同一个泡文件里边 有可能会存在两个版本上不一样 那好 这种情况是有 还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们SR2 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路动 SR2是有路动的 3.1.5 还是3.1.5 而这个版本路动 是一出现了 是不是整个工程 我要去 人家SR2 是不是打了个布丁 是进行这个路动的 那个 修补 修补完了之后 所有使用SR2 3.1.5 直下的 是不是都需要升级啊 升级SR2 他怎么升级呢 之前升级是重于下个弯 然后他就升级 而我们用曼工程的话 是不是他想找到SR2 当时那个JV 是把罗斯给盖了 但是啊 由于这个泡文件 可能价格很多 他找起来很费劲 我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 如果不只是给SR2 还要给其他的呢 一个一个找 是不是很费劲 因为 只是一个简单的 Dependence 他是不是就需要 1 2 3 可能可以4 5 是不是5号代码 只一个加班 有5号代码 你想 有100个加班 那这个泡文件都很大了 我这叫加班 很费劲 那怎么去 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 好 在这 有一个 然后 在这里边 可以随便定义 能不能 拨签 比如我们定义啊 定义 unit.wosh ok 你这么去定义 然后 我要这样定义的话 位置不对 但是子宫上 定乎就要提示 然后开始 为什么呢 给优秀的点wosh 下面我想做什么呢 4.9 是不是写在这 而我的这个 是不是用 捞了大部分去引入 给你点wosh 现在的话 我这个版本号 是不是统一在这块去体现了 你想一个 一个架方是一个版本 而且都很集中 我要去修改哪一个版本号 我直接在团体里面去修改 下个就不用动了 就是这个 统一出去版本号 就这张图 张图呢 这么去指定 他 这个东西 他针对的 是不是这个 是这个标签 而这个标签 是不是可以自己自己印 对 你可以自定义 叫啥名 都行 没人叫成阿拉伯子就行 别叫成中文 中文也行是行 但是不大 然后 Properties Properties 中的子标签 可以任意 任意 OK 这个工程也很强大 这工程也很强大 因为到了工程里边 价格特别多 真的 你想看到每个价格的吧 你要去一个个翻 同时你又记不住这个GV 你想怎么办 你开始找一下就飞行 所以 你还是用这个统一关就行 最好 有同学会问 我记得GV 比如说死门的方向 我找到 我随便就全部找死门 那你死门相关的 可能就有好几十方向 你同一个改 你还费老金 是吧 同一个改费了 而死门 它是不是现在都分散了 死门外 死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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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S 它分散 它分散的话 你一个改 这个改成三来五 这个改成三来五 这个 类似吧 Boss 什么这样 就是生了很多事 好 那这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计常 就给大家讲了 其实就是副工程必须是泡沫方式 紫工程随便很难 但是里边要写一个PAROT标签 你通过进来的话 直接这样 你创业出来的PAROT标签 你创业是他的 然后这个副工程能做什么 它可以统一依赖加工 就这种形式 你在这副工程加工完之后 紫工程自然就有了 但这种方式啊 有些里面 因为工程里面加工可以成为鲁鱼 所以我要统一管理办法上 我们副工程通过这个玩意 指管理办法上 它不真正真实的实际依赖 而我们在紫工程里面 是不是添加 这个是 紫工程的 PAROT标签文件 这也写的 紫工程的PAROT标签文件 只需要把GA写上 PV 它就可以真实的把这个 我们那个加工给依赖过来 然后到了兴趣观众事 它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 在工程里面 有可能这个版本都很多 然后我们集中管理的话 容易就是维护 好 记得 就到这